每年夏天 臺北的東區都會因為粉樂丁 而變得很漂亮 今年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 二十八組藝術團隊 把東區變成一個無牆美術館 有瑞典的藝術家就用行李箱 和各種儲藏櫃 憑空打造出一面牆 而日本藝術家則是利用音樂磁帶回放 重現了經典的藍色多腦盒 作品都很驚喜 老舊的松山煙場中 有一面不尋常的牆壁 靠近仔細一看 發現它是由各種櫥櫃 行李箱 甚至是用電腦鍵盤組合而成 這是瑞典藝術家 Michael Johansson的作品 我喜歡我已經在那裡出現 但我比我更多人使用 尤其是當我從大量的東西 他們都來自不同的航空間 二手銀行業 他們都被用了不同的人 所以我喜歡想想 現在當他們在新的形狀 所有這些前面的居民 和前面的生命 都變成一種假的生命 從未曾有的生命 繞過這面牆後 凹凹凸凸的材料全部展現出來 藝術家說除了讓大家恍然大無外 跟正面呈現出的對比 讓整件作品變得更有趣 逆年一度的粉樂丁 邀請來自世界各地28組藝術團隊 包含裝置藝術 雕刻 繪畫 甚至是多媒體應用 每件作品都藏身在我們生活的周遭 把東區打造成一個無強美術館 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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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尖艇的砲塔總立在松山煙場的花園中 小朋友操控激發 射出來的不是可怕的砲彈 而是數以百計的砲砲 這是台灣藝術家邱招財的作品 他說吹泡泡是很多人小時候最愛的遊戲 希望這台泡泡塔能夠帶大家回到 成田的歡樂之光 在大樓的川廊上 另外一位來自澳洲的藝術家Bofdees 用膠帶貼出希臘神話奧菲斯的故事 全程不用打草稿 精湛的構圖 以及富有立體感的人像 不仔細一看 還以為是用顏料創作 日本藝術家何田勇則把藍色多腦盒的 音樂磁帶倒放掉落在玻璃窗內 並減速30倍 直到所有磁帶落下後再迅速回抽 磁帶滑過機器時 立刻重現當年的經典原舞曲 他說磁帶落下是視覺演出 而回抽則是聽覺上的享受 時間絕了之後 電子增加了 然後就在藍色中的藍色中 藍色中的藍色中的藍色中 想像在藍色中的藍色中 在藍色中藍色中藍色中 中國藍色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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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把道德經的一句話 輸入到電腦中 更換成為零跟一的序列 再透過電腦軟體 繪製出設計圖 雕刻出電腦可以辨識的漢字 台灣藝術家游文傅 則是在廣場旁打造一片 粉紅色以及白色的竹林 在大城市中呈現出 回歸自然的靜密 透過這些作品 也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有趣